開始知情 喔!好!了解!可以了!可以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謝謝!可以了! 喔!對了!OK!OK!OK! OK!OK! 好!好!OK! 怎麼那麼大聲?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稍微調一下! OK! 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找不到網頁 找到網頁又不知道怎麼設定 所以 稍微有點 延遲了一下 那今天非常高興 有機會來跟大家談一談 有關出國旅行 不管你自助或是怎麼樣的方式 或是開會 那 陸陸續續好像傳來一些壞消息 像昨天剛出爐的麵包 聯合報發行人 王孝蘭女士居然 在家裡面又被搶 唉!實在是喔! 這個不知從何說起 所以很顯然的 目前的那個全球的治安狀況好像 都在變差 那我在想呢就是說 幾天前好像 像美國有個影星嘛 他在家裡面被搶了幾千萬的珠寶 然後 王女士被搶了七百多萬的珠寶 哇!實在是難以理解 那不論如何啦 我們總是安全圍繞 尤其是出國在外 那叫天天不應 叫地地不靈 萬一出了狀況該怎麼辦 所以事先 防萬於未然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先來講一講說說 為什麼 陸陸續續傳出這些 被搶被打 或是像有一些空姐到 泰國去玩 那居然會被迷昏 現金都被搶走 諸如此類的 有好些新聞都告訴我們 目前好像我們是被鎖定的目標 我在想 我可以特別曾經一點 我相信他們的目標 應該不是針對台灣人 應該是針對所謂的華人 或者是亞洲人 那原因很有可能是因為 中國大陸最近 這幾年經濟崛起 然後他們有一大堆人出國去旅遊 可是他們的素質 他們的文化素養 好像跟經濟成長 不是成正比 所以 會有一些比較 紅牆走板的演出 這連帶讓我們受累 幾個例子來講就是說 中國的遊客 陸客他非常喜歡 帶大法的現金區化 而且他們帶的錢 是難以理解的多 我有一次 好像是在捷克還是在哪裡 去出國訪問 那順道去逛一逛 Swarovski的旗艦店 我就看到有一群中國人 其中有個小孩子 非常小 可能連小學或幼稚園吧 可是非常非常非常小 那我看到他第一次刷卡 刷了八百多塊美金 真是有夠嚇人了 那刷完卡之後呢 還繼續在那邊買東西 還繼續挑繼續撿 那我想他們那種消費力 出了出了兩國 尤其是到歐美 這種比較好的國家 不是台灣的這種一條龍的 什麼連假旅遊 連元團的 事實上他們身上的現財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就會使得人家會 人家就分不清楚 你是什麼一中一台 還是什麼兩個中國 還是台灣或中國 看不清楚啦 其實不是只有我們受害 我相信日本韓國 這些黃皮膚的 過去那邊應該也會受到 有同樣的那個影響 所以 怎麼治吧 因為人家把我們當肥洋看 那我想 重點還是在於現金本身啦 或是珠寶啦 像 王女士啦 或是那個 美國那個影星 基本上 人家會鎖定他們 只是 珠光寶器啊 手上有太多 值錢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閉門的 出國旅行 我想 尤其是自助旅行 你要走來走出 然後四處移動 我不相信你西裝筆挺 然後穿著洋裝高溫鞋 你可以好好的去做旅遊 所以建議大家 不要穿得太豪華 太漂亮 其實 舒適為主啦 那穿個T-shirt啦 或是 怎麼樣的 反正我想 牛仔褲啦 什麼涼鞋 或是 或是假腳脫 反正anyway 不用穿得太正式 除非 像我們去冰島 你要上冰原去 去爬冰 那基本上就不能這麼走 要 要重裝備 可是 不會有歹徒跑去那邊搶你的 基本上 根據我以前在歐美這邊 四處跑的經驗 而且連美國人都跟我這麼講 其實說穿的窮人 是很難跨出大都市的 這跟台灣有點顛倒 台灣基本上有錢 住市中心 沒錢的就只好住市郊通勤來上班 那在美國有錢的基本上是不住市中心的 他們都住到郊外豪華別墅 所以 沒有錢的人 因為買不起 在市中心 資源比較多啊 你要偷要搶 不是啦 應該是說 即便要跟人家要錢 或是 要去撿食物啦 資源回收啦 我想 市中心因為人潮多 遊客多 所以他們的機會比較多 也因為是這個樣子 那絕大部分那些收入不好的 那些遊民 基本上會 集中在市中心 那對我們來講 壓力就會比較大 好 原則上就是 如果各位出去是走 自然風光的 大山大雪的路線 其實我相信啦 相對風險會非常非常多 這個是提供大家參考 那 重點來了就是 不要帶太多的現金 不要穿太好 不要帶太多的現金在手上 中國當然會帶現金 我剛剛講過了 因為他們 有一些數值還沒有上來 這沒辦法 可是神奇的是 台灣也有一些網友 或是自助旅行者 他們也很喜歡帶現金 那我跟他們聊過 才赫然發現 有很多時候是出自於錯誤的認知 很多自助旅行者 第一個開始的目的 要做深度旅遊 他深度旅遊 你要留得夠久 幹嘛出席 可能旅行團 不開這樣的團 或者即便他開這樣的團 那團會非常的高 像 我剛從冰島回來 17天前後 合機票 要加上汗布隆東的 多少錢我是不會去精算那些事情 反正你就省著花 你該省就省住 如此類的 所以其實我是不太care 總共花多少錢 因為我們也不會花太多錢 那在上個禮拜 我看到有人在推銷冰島旅遊團 說這是地表上 看極光最好的地方 一輩子一定要去一次 但是我本來以為是在講旅遊資訊 點進去 原來是廣告 那他們前後10天 冰島費時間非常久 應該要轉機轉好幾次 前後10天 收持7萬 哇 真的有夠嚇人 我隨便初步 我想我們17天 前後17天 我想每個人的花費 應該不會超過10萬 包含機票 住宿交通 什麼東西 實際住行全部都包 所以自助旅行者 雖然不是全部的人都是這樣的 有人可能口袋比較深 要去那邊享受他們的風土民俗 要去那邊享受他們的美食 美酒之類的 他們可能花很多的錢 可是我所認識的 絕大多人都是要做深度旅遊 但是希望能夠省錢 CP值要高 那既然要省錢的話 他們都會斤斤計較 住的比較沒那麼好 等級沒那麼高 然後找便宜的租車 然後吃不是那麼高檔的 不進餐廳 餐廳太怪的 之類 但不論如何 就是說 我所謂的錯誤認知是 很多人會以為 買現鈔比刷卡便宜 那原理出來 刷卡通常來講 跨國刷卡要有大概1.5% 或1.55%的手續費 所以他們會認為刷卡比較便宜 但是事實上這個事情 我想現在的狀況應該是錯的 絕大部分的刷卡公司 各位自己自己看 你的卡片 在外國刷卡 它的退用很多信用卡 現在退用都超過1.5% 有些信用卡甚至 不能講是哪一張 這個廣告的嫌疑 各位自己去查 有些信用卡甚至在國外消費 它的退用是超過2%了 所以你刷越多賺越多 不過這是開玩笑 不可能刷越多賺越多 只是說 如果你是同樣用線鈔跟信用卡去刷卡 基本上刷卡絕對會比較便宜 除了手續費會被佣金拿掉以外 會被佣金把它抵銷掉以外 事實上各位如果去查 它的那個 就是說 你買現金 現金本身能夠拿到的匯率 跟信用卡本身刷卡的匯率 是完全不一樣的 現金的話 它的買進賣出價差 如果是所謂的雜幣 像冰島幣嚇死人的 那個買進賣出 如果在台灣這邊做的話 大概會差20-30% 除了比較強勢的貨幣 像美金 美金是最強勢的 除了美金 歐元我想其次吧 人民幣日幣也許都還好 可是如果各位去買 像日幣 我想它價差就蠻明顯的 那 不論 其它說韓元 韓元很可怕 價差很高 你如果說要買什麼 泰豬 印尼盾 菲律賓 不用講了 那個搞不好都要超過30%的那個 就是買賣的那個價差 所以我非常不建議大家這麼做 有一些網友他可能會帶那個 就是說 有一些網友他可能會 帶強勢貨幣像帶美金 然後到菲律賓到印尼到泰國 把它放成當地的貨幣 這是非常聰明的做法 我自己也做過 可是後來我發現 即便我拿強勢貨幣 進到這些比較落後的國家 去換他們的現場 那個費率比台灣好非常的多 可是我後面一算 其實還是刷卡比較好 所以大家不要麻煩了 真的不要麻煩了 就拿比較好的信用卡去刷卡 不要太帶多現金 但是我並不建議大家 完全不帶現金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沒有現金的話 不幸遇到搶劫 很有可能會被打 因為他搶不到啊 偷不到就算了 沒有偷到算他倒楣 可是沒有被搶到 可能是我們本身會倒楣 所以要留一點點錢 準備給人家搶 不是啦 應該說還是要留一點點的現金 在手上 以防萬一被搶了 你還要讓他搶得到錢 這樣對我們來講風險會比較小一點 那其他的開銷 要換不隆東的 強烈建議各位 真的刷卡就好了 不要再帶現鈔了 不要再帶現鈔了 強調幾次 像我們今年 我剛剛講過去 暑假去冰島 我是完全沒有看過冰島幣的 我本來是帶歐元要過去換 可是後來發現 從一開始租車刷卡 吃飯刷卡 住餘館住民宿刷卡 不管是線上刷或是當地刷 什麼東西都刷卡 我有一次到某個風景區 因為時間已經太晚了 人家下班 歐洲人其實生活蠻享受的 有一些肯視點就下班 我們去那個地方下班了 可是想看廁所怎麼辦 去到廁所那邊看 糟了 他要錢 要錢怎麼辦 我身上又完全沒有冰島幣 他也不收歐元 結果 東橋西橋 就發現 原來在入口的地方 還有一個刷卡機 各位只要把卡片插進去 你就可以進去了 哎呀 非常非常方便 所以我們整趟17天 完完全沒有碰過冰島幣 通通刷卡 有些地方 是可以收歐元 因為歐元 對他們講是歐元區 講是歐元區 雖然冰島加入歐元區 加入歐盟 但是他還是沒有用歐元 名義上沒有歐元 但是他們的商家 基本上為了促進經濟 為了招爛外國有觀光客市場 他們也收歐元 他們好像不收美元 但他們收歐元 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提供大家參考 好不好 所以 重點之重就是 不要戴線鈔 那當然 在出國之前的話呢 也會建議大家就是說 以防萬一 萬一被搶了 那你的線鈔 或是被偷你線鈔都沒有了 那會很糟糕 也不能老是去麻煩我們的外館 我們外館已經夠辛苦了 我們的外交組件夠爛了 唉 自己幫忙自己啊 那怎麼做 麻煩大家要出國之前的話 先去把信用卡的那個 預計現金密碼 那四個馬 先把它申請下來 我特別提醒大家 如果你出事了 你在外國出事了 才想要動用到這個密碼 你打電話回國 找那個發卡公司 基本上是不會有用的 因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遠復可能是為了安全請見吧 預計現金的密碼 它只能用紙本郵寄到 你所指定的地址 OK 所以你在國外的話 就傻眼了 如果你全家都出國 那它寄到你家 誰幫你收 沒有人收啊 那你可能要拜託親朋好友 那你不害怕嗎 麻煩人家 又有多增加風險 對不對 所以呢 提醒大家要出國之前 先把那個密碼申請好 再出國 OK 那萬一出事了 你就可以拿你的那個 信用卡去預計現金 那當然 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說你帶提款卡 那只不過不管是郵局 或銀行的提款卡 要出國之前 要去開通 要去申請 應該是零貴申請吧 那個 那個叫跨境提款 就是在國外你可以提款 反正這些 人家賺你的錢 這些服務都會有 那 預計現金密碼 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說 在歐美 它有很多自助 像加油站之類的 那你刷卡都沒有人 啊 他們又要確認你是誰 又是歐盟 在歐洲 在歐洲 它很多這種自助加油站 都需要輸入密碼 才能夠使用 OK 那我們這一趟在挪威 在我家人在挪威 或是我後來也去冰島 事實上 發現 以前不行喔 但現在這個預計現金密碼 真的是打拼很像無敵手 插進去 就可以自動加油 那自助加油 跟人工加油 或是你加完油到 到那個什麼超商 他們的附屬超商去付款 通常來講 直接刷卡的匯率會比較低一點 雖然也沒有差很多了 但是就圖個方便嘛 有些時候 加油站的人也會下班 你到晚上三更半夜 你要加油找誰 你只能自助 萬一你沒有聘馬你就完蛋了 所以預計現金那四個密碼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以救急 可以省錢 非常非常的方便 就提醒大家出國前 把這件事情搞定 OK 那 還有剛剛講過的就是 不要穿得太珠光寶氣 沒事你去玩嗎 你還穿個高跟鞋 對不對 穿個西裝打個領帶 幹什麼無聊 盡量以輕便為主 方便為主 OK 那 萬一真的拖垂 要求助的話 另外有一點就是 各位 最好能夠把我們住當地代表處的聯絡電話 抄下來 以備不食之需 甚至必要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外交部的那個緊急聯絡中心 如果你查不到 不知道怎麼辦有沒有 出國前就先把這些東西印出來 每一人一張 那 比較不會拖垂 OK 萬一有問題 他可以求助 可是 避免問題還是最佳的手段 我剛剛講過了嘛 如果你不喜歡大山大水 你喜歡看建築 你喜歡看博物館 你喜歡吃美食 那基本上 通常就會逛大城 那逛大城 在歐美是比較危險的 因為那是窮人聚集之地 所以原則上就是 團體行動 落單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 人家在看面就知道 人家在看 你就跟別人說的 一下就會被逮到 那 集體行動的話 那個威嚇 嚇阻的力道會比較強一點 這是 我給各位 非常有良心的建立 我在兩年前去 李斯本開會 然後 順道 去他們的那個街道上看一看 我們一團人大概有將近二十個 結果 即便是這樣子 因為我喜歡拍照 我就落單在後面 距離大概只有幾十公尺而已 結果 我拿 拿起那個 相機這樣子拍 奇怪 後面好像動了一下 我回頭看 就有個年輕人 他手趕快縮回去 他就是想要弄我的背包 可是我瞪他 他也瞪我 而且他瞪我 不只他瞪我 後面另外一個年輕人就補上來 兩個人就瞪我 一副 不然你現在是不會這樣做 還好 反正我是一群人 我跟我說 我哪個街街我就睡了 我有一群人 我就指著前面 就跟他們講 那些人都是 我們這一團 你不相信 我喊 我說欸 哈囉 這邊有什麼 結果他們兩個人 立刻就夾著尾巴逃跑 所以事實上一群人 他本身就有那個 揮嚇的力道在 人越多越好 一起行動 是最安全的 但是不論如何 像我剛剛所講的 我是一群人 還是我偶爾有些時候 因為拍照或幹嘛 不小心做落單了 那人家就動我的那個 後背包 那重點來了 背包 拜託大家 不要 在這種狀況之下 不要後背 雖然後背比較舒服 進到這種人潮 比較擁擠的地方 就是前背 或是頂多頂多 你就側背 千萬千萬不要背到後面 那個非常容易被動手腳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你身上的貴重物品 像尤其是那個現鈔啊 我們在台灣很多人 很多男孩子 會把他放在皮夾 然後就放在那個後口袋 這個在旅行的那個熱點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危險 很容易被偷 我有一個自助旅行的朋友啊 他做什麼事 他為了防止東西被拿走 像他的口袋裡面 他都會去像那個紙捲有沒有 衛生紙 廁所衛生紙的紙捲 拉一拉 然後把它弄成一團 就塞在口袋裡面 有一次啊 果不其然被偷了 可是那個小偷這樣 一偷拉出去 哇 就一整條白白的衛生紙 全部人就嚇了一跳 然後那個小偷就立刻 從地表上消失 我想雖然有一點好笑了 不過這是實情啊 偶爾就會碰得到 不過實話一句 我自己從事自助旅行那麼多年 跑了二三十個以上的國家 除了我剛剛講的那個狀況以外 沒有碰到被偷被搶 原來不是運氣好 就是小心小心再小心 行前準備弄好 然後該注意的事情有注意 不要穿太好 不要太在多現金 不要太張揚 一群人在一起 那口袋裡面不要帶 衛中的東西 背包好好的注意一下 我想 你該注意的都有注意到 其實我想 自助旅行相對來講 其實還是蠻安全的啦 雖然沒有導遊可以東顧西顧 即便導遊帶團 你有可能還是落在後面 還是一樣被偷啊 背牆可能比較不至於啦 不過我想一群人 像我講過在理事面 我們即便一群人將去二十個 我也差一點被偷啊 所以小心才是最重要的 有沒有導遊 其實倒在其次啦 這個大概就是我想得到的 可以跟大家提醒的 大概就說到這個地方 那有關細節的部分 其實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如果說我剛剛跟各位這樣講 你有一些沒有聽清楚 沒關係 等到這個滾頭刀 我們的Google大神什麼都行 你去拜一拜就好了 上面有一大群熱心的網友 他會跟你講 所有應該注意的 不應該注意的 全部都有 甚至你要準備行程 你要去哪邊玩 你到這個都市 有哪個地方好玩 要玩多久 我想這些撼不通通的資訊 全部都有人在網路上 你絕對不會是全台灣第一個出去 那個地方有玩的 所以所有的 該有的資訊網路上都有 那最後一個提醒是這樣的 唯邦不入 OK 即便像中國有一些比較偏僻的地方 我也建議大家不要去 大城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那個共產黨管得非常好 可是 利有畏族 不是那個 這個 這個帥天之下都是王土 沒有這回事 有些地方他 利有畏大的地方 還可以攔車搶劫幹嘛 出來 不過他的問題還比較小 如果像什麼 伊索匹亞 非洲那些 那些 那些國家什麼 埃及 或者是中東 什麼土耳其 土耳其相對 可能沒那麼危險 可是 現在有戰亂嗎 有戒嚴嗎 幹嘛注射 其實 能夠不去 夠就不要去啦 再便宜 即便你參團還是不要去 因為 那個風險都在了 哪時候 埃及時跑出來 就把你給槍斃了 把你給綁架了 我想 幹嘛 另外一個例子 像菲律賓 他南部不是有判斷組織嗎 那個地方能不去 你就不要去 甚至連在馬尼拉都很危險 我去馬尼拉的時候發現 馬尼拉的那些 shopping mall 那些旅館 他們居然都喝槍實彈 我去樹屋也是一樣 連旅館的正門口 你要進去的時候 都還要經過安檢 不知道是安檢夾還是安檢真的 我個人是覺得那個是黃子 不過 他們的守衛 確實有配槍 而且不只配手槍 他們的守衛 有人是拿場槍的 所以 如果那個地方自安好 那為什麼還需要這種陣仗 對不對 我們又不是銀行 我們又不是住銀行 他們不可來搶啊 對不對 我說搶銀行是 天底下連台灣自安這麼好的地方 都會搶銀行搶農會 那我想 那種地方一定有 可是我們住飯店啊 飯店還要有這種陣仗 我們台灣的警察恐怕連配槍都沒有 我說看銀行的 連配槍都沒有 他們那邊是長槍 拿長槍在看旅館 所以這些地方 微斑不住 你不去 去比較好 比較文明的國家 歐美我想 歐美我想 還是搜尋 日本也非常好 日本的自安恐怕是比我們好 我想 日韓應該自然也都不錯了 各位怎麼旅行 也就是說 切記我剛剛的提醒 錢不漏白 盡量少帶錢 帶一點點就好了 OK 要花費 盡量刷信用卡 盡量如果能夠去看大山大水 去荒郊野外 那些窮人 美國人跟我講的 那些窮人是沒錢可以出去的 你放心好了 你說到那個風景去 我的意思說比較偏僻了 像什麼洛基山脈 像什麼挪威的霞灣 那些人平均收入都比我們好 去得了的人 水準都不會比我們差 可能人家還怕我們 你怕他們幹嘛 那些人平均收入都比我們好 怕什麼 而且 有錢 有賢 去到這種 比較 比較偏僻的地方 我想那些歐美人士 基本上他們的教育水準 也在平均之上 所以各位不用害怕 碰到什麼那個 種族歧視 我自己 多少有碰到 但是 那個機會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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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小 就我印象所及 大概在 日耐瓦附近住房 住的齊利亞非常少數的狀況 我們在洛基山脈租車 好像後來因為出了一點狀況 感覺他們家處理上 也有一些種族歧視 所以沒有給我們很好的那個補償 不過不論如何 整體來講 絕大不能其實都非常友善 這個地表上 好人還是比壞人多很多 尤其是 出了幾千的好人 有錢有賢的人 大部分 教育水準都不差 水準不會比我們差 所以各位不用害怕 好吧 我想今天套布隆東的 就跟大家聊到這邊 謝謝大家 拜拜